少年是一个标志 代表着我们还有足够的精力可以挥霍 代表着我们的灵脚还未被磨平 也代表着在这期间 我们要慢慢琢磨自己未来的模样 红衣少年明凯和黑衣少年心智 他们是学校老师嘴里所说的坏孩子 在高中时他们不喜欢上课 逃课似乎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乐趣 而跑出去的他们 也只是在天台聊了天罢了 又或者在无邀的时候 弄一些恶作剧来吸血上课的老师 他们弄了一个像数学老师的母偶人 一下子安静的课堂瞬间变成了闹剧 他们不只是局限于逃课的乐趣 几乎所有昏昏做过的事 他们也会去做 学校那些软弱的学生 就成为了他们的摇钱树 而主模几乎都是明凯 心智总是默默的跟随着明凯 他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只是暂时就跟随明凯做些事情吧 他对未来充满迷茫 甚至对现在的生活也充满迷茫 他除了会在明凯面前 在怒内心之外 几乎很少会跟别人说话 反而明凯就像大哥哥一样 一直在照顾着这位内向的弟弟 心智 他们能一起受罚 一起被老师训斥 而心智则每次都低着头 明凯就非常跋扈的抬着头 他也难有做大哥的气场 那就是啥事都不妨在眼里 可明凯却依然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他的非常跋扈 是因为少年所智 在他勒索同学的时候 得知对方家境非常贫苦 不但不在勒索对方 反而去勒索自己手下 以为仗是欺人的小跟班 上演了一场劫富济贫 明凯就是一位将少年本质 沉入无疑的对象 毕竟少年时期的内心 终究还是太过软弱 心中依然还要拯救世界的天真梦想 而这些优良品质 学校的老师却看不到 他们眼中只看到明凯和心智调皮脑蛋 对于老师 他们一言到尾需要面对无数的学生 他们也没有耐心去细心品读 每一位学生的内心 只能从大致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位学生 在老师眼里 敏感和流氓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展露光芒 也希望能得到老师的赞赏 他们看见两位说相声的同学 轻而易举的就受到老师的欣赏 于是两人就强迫说相声的同学 来作为他们的观众 可是他们天生就不是这块料 刻意的事情总是会让人觉得尴尬 两位学生却又不敢冒犯明凯 那虚伪的表情和言语 其实明凯他都懂 而除爱混的总是需要还 曾经被明凯欺负过的学生 找来一位拳击手 散讲拳就把明凯给打趴在地上 经过这件事的明凯 好几天都没有来学校 这导致心智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他一时以来都跟着明凯做事 好在很快明凯就找到了心智 因为明凯有了梦想 成为拳击手 他一想自己的梦想 由一位朋友陪同 而心智就是最好的人选 本就在迷茫未来的心智 当然不会拒绝 他们一起在马路上锻炼 在拳击俱乐部进行训练 明凯想要打败那位让自己倒地的男人 而心智却依然只是跟随着明凯 拳击手并不是他自己的梦想 可是在不断的训练中 心智所攒夺出来的拳击天赋 却敬为的天能 渐渐的整个拳击俱乐部 就再也没有人能打过他了 而明凯也在一次被心智打败后 彻底的放弃了这个梦想 明凯最初的梦想 就是想要做个黑帮老大 所以他加入了黑帮去做明跟班 才联系过 当心智再次见到明凯时 他已经开始在黑帮混击作员跟班了 这一次见面 两人都有点举手不安 往日的那种随意都也消云散 当少年在即将蜕变的时候 也正是即将走向前世世界的前兆 心智则一如既往地继续练习拳击 这本不是自己的梦想 却在潜移默化地变成心智的梦想 他在赛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击败对手 只是这条路上已经不再有明凯的陪伴了 当时间不少过去多久 明凯也从跟班混击到大哥这个位置时 他突然来到拳击管理 像最初一起训练的模样 在俱乐部里进行的练习拳击 曾经的友谊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质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得不暂时放在一边 而明凯的多次造访 却让心智的教练非常不满 他不想明凯还打落心智 另能出击的是明凯并没有愤怒 而是听从了教练的建议 离别时他告诉心智 等你成为拳王 我成为老大的时候 咱们再想见 为了梦想 他们开始决定全力以赴 可是命运总喜欢造花龙人 心智遇到一位蓝人 一位足以毁了他的蓝人 蓝人曾经也是辉煌的拳击兽 他有意无意地开始教导心智 他犯规了走击 他说过 只有赢才是实力 并带着心智开始酗酒 打着成为强者的口号 不断地倒打心智的身体 宛如一张白纸的心智 就开始不断地被玷污了 当因为酒精导致身体变胖后 他还拿出高强度的血药 说是帮助心智 在追踪的球王赛 心智失败了 而本想成为老大的明凯 也失败了 他的老大被人无情的枪杀 在黑帮头目聚会上 他无情的斥责几位头目的软弱 便离开了聚会 留下了要给老大报仇的华语 不懂黑帮规则的他 注定要成为他的电脚石 明凯的手下全部叛变 他也遭到手下的毒打 两名本是斗志满满的少年 一瞬间全部都没了 曾经被他们欺负的两名乡生演员 如今 却早已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演员 到底追踪梦想 需要的是拥有什么 最终明凯和心智从风时 又是在曾经的校园 也许只有在这个地方 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依然 还是少年 两年如今都非常落魄 心智询问明凯 咱们完蛋了吗 可经历过人生最痛苦的经历 明凯回答心智 笨蛋 我们还没开始了 片名 坏孩子的天空 每一位少年都有乐学的梦想 他们也想得到别人的欣赏 也想出人头地 但是梦想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 在追逐梦想的途中 需要面对无数的诱惑 面对那尚未被磨平灵脚 所意外擦拭的伤口 少年的标志 不就是喜悦无常吗 温暖纯净 也就是少年的标志 没有一位孩子想要成为坏孩子 可即使成为他人眼中所谓的坏孩子 但他们就真的是坏孩子吗 青春在于的是 他永不重回 我们一生只有一次青春 可追逐梦想的权力 却能拥有一辈子的时间 只有坚持不懈 那梦想才有机会成真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